阿神 阿神,恭喜你要結婚了 我會趕快復你的後程 趕快結婚 我希望你的幸福更美滿 拜年結婚,拜年好合 我一定會在今年趕快追上你的腳步的 恭喜你 阿神,恭喜 同學還沒搞定的不多 不多啦 你之後就是豬跟那個阿公 恭喜你 祝福弟弟厭知和婉天白頭生辣 永遠愛 然後看到婉天今天 我覺得好幸福 他可以嫁出去 希望他們那個長寒久久 甜甜蜜蜜 阿Sir恭喜你 總算結婚了 祝你百年好和 早生堆子 已經生了 準備要生了 那我祝你五指登科好了 希望趕快升官 恭喜 今天是好日子 希望你夫妻百年好和 要好好孝順你的媽媽 因為媽媽一生都是很辛苦 希望你記住阿姨的話 謝謝 恭喜燕姿和婉婷今天的先婚大喜 這個只是 立一個生活的開始 希望 你們 從今天開始要 那個經濟的理財的部分 要很慎重 因為已經有一個家庭了 以前雖然是很浪漫 但是現在一定要 把經濟管理好 要孝順父母 也要孝順你們的那個 婉婷的爸爸媽媽 阿嬤 那要 要 面面俱到 這樣子你們才會 才是一個很成功的回音 謝謝 我這個媽媽要祝福 燕姿跟婉婷 長長久久 勇於愛和 而且要把對家庭 要有親情 不但有愛情 一定要有 對親情要很注重 因為我們是傳統的家庭 對社會 對國家 都要 有很大的幫助 我臨時沒有準備 我講什麼 對 對 希望他們 你們一定要盡孝道 所有親戚朋友 永遠要記住他們的恩情 好 媽媽的話 你要記住他有沒有 好 謝謝 我是開明 跟燕姿 國中同學到現在 哇 燕姿真的是非常特別 然後對他非常影響 然後祝他們 百年好和 猶豫愛和 恭喜學長 燕姿校官 那個 祝你 新的一年開始 然後有新的希望 然後 祝你 工作順利 然後成家立業之後 多珍惜 這 得來不易的婚姻 謝謝 今天恭喜燕姿 終於結婚了 今天的場面 看到他以前的照片 真的很感動 想到 以前我也是海軍官校 他照片裡面很多 官校 還有艦艇 種種的生活 燕姿也終於成長了 今天終於 真的 恭喜他 完成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真的再次恭喜他 張燕姿 我們現在是十幾年了 然後雖然說 你平常帶的還蠻好的 可是在這個時刻 我還是祝福你 百年好和 勇於愛和 找生櫃子 我是新郎燕姿 國中隔一班的同學 很久沒有跟他見面了 然後上次回家的時候 再這樣遇到他 然後他就傳來跟我講 他要結婚 非常非常的恭喜他 也祝他們一定要幸福 謝謝 祝福婉婷啊 還有燕姿 他們能夠百年好和 希望說他們有一個 共什麼 有一個家庭呢 可以好好照顧自己的家 這樣子 希望他們能夠 一輩子都好好的 好 今天是我外甥燕姿的大喜之日 我們非常感到 非常高興 與我榮焉 很高興來參加這個業會 看到這麼多親友 接收到這麼多的祝福 我們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祝福他們非常的百年好和 其樂而民 感謝大家的祝福 感謝大家的光臨 謝謝 我是大姐 今天是燕姿跟婉婷的婚禮 希望祝福他們能百年好和 勇於愛和 不管怎麼樣 希望兩個人能白邪到老 能互相扶持 好 就這樣 燕姿 婉婷 很高興你們終於結婚了 希望你們能夠 勇於愛和 然後能夠共苦家庭 一定要恩愛喔 很多事情一定要溝通 然後讓彼此能夠更協調 好 結婚是長久一輩子的事情 希望你們真的能夠 快樂幸福一輩子 謝謝 今天是 我兒子燕姿跟婉婷的大喜日子 除了 除了跟恭喜他們 祝福他們之外 我特別要在此 感謝所有的鄰居親戚朋友 今天的祝福 從百忙中抽空來 真是我永山難忘 很多人認識我 我是虎口做賣粿賣湯圓的虎口漿媽媽 但是我在這裡更要感謝他們 大家這麼熱心來參加我們這場婚禮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希望大家回家能平平安安快快樂樂 快快樂樂的賺大錢 謝謝 謝謝 我們這一桌是中興國小校有桌 他還沒開始啊那一桌 還沒開始是嗎 他是任意的啊 恭喜 以後阿長回來新竹 燕姿 應該叫你家字 我認識你的時候你還是家字 那現在你終於要結婚了 我非常開心 你等這天等很久了 我等得比你還急 祝你們幸福美滿 謝謝 燕姿、婉婷 恭喜你們結婚了 是 邁入人生另一個階段 希望你們好好加油努力 多生幾個小寶寶 OK 祝婉婷跟燕姿 永遠幸福 永遠幸福 永遇愛和 我有聽過燕姿唱一首歌 然後非常難忘 這首歌叫做 就這首歌才會到現在 謝謝 燕姿 恭喜你 新婚愉快 從小時候一直玩 玩完到長大 那最近這幾年 我們都比較少接觸 所以呢 希望我們結婚後呢 如果有小朋友之後 大家一起出來玩 家庭日 大家一起出來玩 祝你百年好合 謝謝 今天是燕姿結婚的日子 做阿姨的真的非常高興 看到她這麼浪漫 這麼溫馨的婚禮 給我們很大的很大的祝福 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全家人都很興奮來參與 而且這個日子是最難忘 我們家族裡面最快樂 最高興的一天 謝謝大家 各位親友都來參與 我們這個盛大的宴會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